因為我很擔心購買不好的物業 有些人買樓買到很擔心 我現在真的懂得看哪些是有問題 哪些是沒有問題 我有甚麼可以幫到他們 我都會幫 那時候讀化工程都是因為好性的 覺得這些傳統的科目都是男生讀比較多 我本身男生性格一點 因為讀書的時候很困難 很大壓力 我覺得性格上或是在地產上有幫到我 我是很特別做慢性的產品 因為我自己在那裡長大 我也是在那裡讀書 讀了十多年 我對那裡所有的地形是療癒指掌 比較真誠一點 而且我是很勤力的 我拿錢來買經驗 我澳洲自己買入 那很糟糕 馬來西亞我也有買過 都很糟糕 真真正正我真的賺到錢的 暫時只有英國 中間也有些起伏 都是行業上 之前小時候也有碰過南美樓 有一個我記得是神父 就說拿教會的錢 找來和我買一層樓 這一個教會追她的錢怎麼辦 不是一個這些客 可能是百多個這些客 這些我非常個人的 說我很大壓力 所以我就有抑鬱症 做這一行 都是那句 每一個人都可能在賣那個盤 那為什麼有些人要和你買 為什麼不和他買呢 其實真的要很靠專業 真的很清楚自己在賣什麼 你很清楚地提供到租金 我租給什麼人 你有數據給我看 還有我們每一個同事 我們都給了很多訓練 確保他們認識所有東西 而不是想想一想 等一會 我們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還有我現在真的懂得看 哪些是有問題 哪些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都很怕賣一些不好的物業 即是這一刻見不到而已 你以後賣不出 然後又可能很多東西維修 又漏水 又這樣那樣的話 那首尾很長 我這一刻發現有很多樓盤 未來我4C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公司我自己選樓盤 真的選一些一定是good quality 我每100個盤賣 我可能只有3、4個盤 我專注只是磨這3、4個盤 是開心的東西 但有些人買樓買到很擔心 買到有抑鬱症 又說脫頭髮 我聽很多 然後走過店舖 就說可不可以幫我搞我的樓盤 現在遇到租吧 我有什麼可以幫到他們 我都會幫 我們公司有一個叫Swan Nights Club 邀請業主來Happy Hour 業主與業主之間互動 聊聊天 至少他們知道 我和你買完樓之後 你沒有先離開 我有什麼事隨時找你 現在很多人會說 BNO移民你發 而我們香港人也對英國有些情意結 都比較喜歡投資英國 會提升英國的搜尋 但不是因為移民而搞到多人投資了 其實有很多移民的那班人 是未去過英國 是不認識英國的 例如我特地買一層樓 去曼城 誰知道我最愛是蘇格蘭牆 那層樓怎麼辦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打算過去才買 好像現在說 香港樓價高 讓它先下跌 其實遲早都是升的 你跌了多少 我覺得真的不會跌到半價 樓是一定會升的 It's a matter of time 所以其實都是那句 你舒服那一刻就要買 來囉